蔣萬安 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裡的大家親愛們 謝謝 緊握選民的每一雙手 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 蔣萬安夫人石仿軒 挺著六個月的運度 來到大安區成功市場 掃接敗票 要在選戰倒數時刻 做蔣萬安的分身 而蔣萬安則是化身最強母雞 與各區市議員候選人進行掃接 盡全力催出每一張選票 過去兩次立委選舉 我太太都有陪我在最後階段 掃接敗票 或者是追垃圾車跑一些行程 所以有時候晚上回家 也幫我準備一份宵夜 聽聽我一整天發生的事情 她一直是我非常好的心靈夥伴 以及後勤支援 這一次因為剛好 還有身運 還有三保 所以我想接下來 在選舉最後階段 她一直也很關心我的選情 所以倒數幾天 她也會當我的分身 陪著我參與一些適合 而且她身體狀況與其的話 一些行程 所以我想一些受邀 我們兩個同時出取的活動 也會一起參與 對我來講就是最後衝刺 全力以赴 加倍努力 爭取市民的認同 也把握每一次跟市民朋友接觸的機會 透過闡述對於台北市政 未來破壞的藍圖 具體的政策 能夠讓市民更加的瞭解 也持續讓我成為市民最好的選擇 特別是現在 每一天都要比前一天更努力 更勤奮 更謙卑 我們態度就是如履薄冰 戰戰盡盡 不敢大意也毫不鬆懈 我想我要向市民展現 拼搏到最後一刻的決心和毅力 我認為我也堅信 投資教育就是投資下一代 而投資下一代就是投資台北的未來 蔣萬安認為相較其他五都 台北市進步腳步緩慢 因此在選戰進入倒數100天時 他展開行腳計畫 深度走訪12個行政區 了解地方需求 同時也頻頻舉辦政策發佈會 讓選民了解他的市政願景 台北市在過去這幾年 相較於其他五都進步的腳步 還有相較於國際其他的城市 進步的步伐幅度 其實我想市民都感受很深 所以我想要參選台北市長的人 也應該要正視這些問題 不管是商圈的沒落 人口流失的嚴重 都跟速度的緩慢等等 所以我想唯有正視問題 拿出解方 然後告訴市民要怎麼樣來解決 才符合市民的期待 其實我想民調都會有各種變化 但對我來講就是財文腳步 一步一腳印 扎扎實實在基層請走 請握每一雙手 也持續的透過跟市民的對話 告訴他們以及闡述我對台北市政未來 破壞的藍瓶具體的政見 然後爭取市民的認同 對我來講我個人就是持續的基層請走 讓我成為市民最好的選擇 那我想其他對手 他們不管如何我們都希望能夠回味到選舉的主軸 市政的討論 公共議題的交換意見 我想這才是市民的期待 面對對手陳時中 平平合體總統蔡英文站台開獎 黃珊珊則是強打三年半的副市長經驗 選戰最後關頭 蔣灣選擇勤跑基層 要用一步一腳印 贏得選民的支持 爭取11月26號 讓台北天空再現藍天 記者領席會以台北報導 黃珊珊珊 黃珊珊